如果您的天梭T-Touch Connect Sport出现任何连接问题,请执行以下步骤。 首先,在应用程序中的主屏幕顶部点击您要选择的手表,向下滑动至底部并选择删除手表。 如果手表当前与应用程序连接,请在手表上确认重置。 对连接到手机的每块手表重复此过程。 其次,在我的用户信息设置下,退出登录。 现在,卸载应用程序。 然后,在蓝牙设置中忘记或取消手表配对,并重新启动手机。 如果手表之前没有自动重启过,现在可以通过激活触摸屏并滑动至设置。 然后选择高级,再选择重置。 确保您已连接互联网,然后重新安装TISO Connected的应用程序。 打开应用程序,登录您的个人账户。 如果没有自动开始搜索手表,请选择顶部的加号图标添加手表。 现在,您可以在配对模式下启动手表。 在屏幕上选择语言。 将手表与手机配对,并确认手机和手表上显示的六位数字配对码相同。 现在,自动进行固件兼容性检查。 如果手表固件不是最新的,手表会自动开始更新。 更新完成后,手表上会显示新版本。 手表上的数据恢复工作建议成功完成。 允许所有手机权限后,应用程序就配置好了。 您的手表已准备就绪。